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却拥有一颗最单纯的心 直接会证明一切 我不知道怎么接这个你听 也正是他的这份单纯 让他的丈夫不安心 你作为一个女人来讲 你个心里很清楚的对 很揪心 他会有意乎意地会躲避 这个他心里很清楚的 还扎心 我说你这样做的 我那不是等于是拿到头我的心吗 夫妻俩剑拔弩张 矛盾层层升起 各自筑起一道防线 来证明你这个人边界感不强 意识不强 这么多年我都不是认为他是关心我 他是在查我 调解团队又如何攻防 让这对身处迷雾的夫妻看清彼此 找到婚姻的幸福之路 拆掉他们的心房 每天都在自己的思想里面 一直在防外面的狼 可是是什么让自己会心动 有没有想过 今天的调解我们为您讲述 大家好我是张婷 欢迎本场调解员胡建云 欢迎胡老师 欢迎观察团所有成员 欢迎大家 欢迎双方当事人 王先生和刘女士 欢迎二位 了解一下两位当事人的诉求 你认为他说的要离家是个气话 那他为什么要嚷嚷着要离家呢 因为他老说嘛 我不信任他 存在这个问题吗 或多或少有一些吧 刘女士的诉求 我们两个合平分了 没有说气话 那你这个离家是什么意思呢 余文 是认真说的 他怀疑我 但是我没有的事情 这种问题存在有多久了 有好几年了 大概有五六年 七八年这样吧 是因为有一定的原因 所造成的这种怀疑 还是说 就是无端的 没有道理的怀疑 有存在过 但是呢 那只是 另一方的那个想法 我没有 夫妻俩为信任危机前来调解 从开场表述来看 两人危机的产生 还有据可依 这让我们迫切地想知道 在他们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 王先生说 一切改变 要从2011年 妻子的一个举动 开始说起 对方发过来短信说 吃饭了没 进来吃 后面还问了一个 他在吗 谁 他 这个他 应该是我在不在 我在的话 他就不反便聊天 他回了吗 他不敢回呀 我在家里啊 王先生说 也正是从这条莫名其妙的信息开始 他就有意地关注起了妻子的行踪 无风不起浪 果不其然 随后很快 他就抓到了妻子 情感易动的把柄 他那段时间嘛 可能身体有些欠家嘛 去医院 看医生嘛 我说 要不要我送你去 他说不要 我已经没送他去了 他能过去接他的时候呢 就有一个男士在旁边 坐在那里 在男士坐在旁边 靠得很近的 他不是故意去接我的 他是跟着我 老婆就说 真的我老乡啊 你要请他吃饭啊 他就叫我请他吃饭 但是后面 我为了确认这个 是不是我们一个人 他发短信的时候 就是这个人 对 我就到旁边去 买电话的时候打了电话 我确认是不是这个号码 是不是这个人 但是我一打 一打这个电话的时候呢 这个人不敢接 但是很指着那个手 能摸他的电话 确认就是这个人嘛 然后我什么也没说 医院打针了那么多人 不可能就跟我老婆 下不了台阶嘛 对不对 然后的话呢 我老婆就要叫那男士走了嘛 那你心里的怀疑呢 我心里的怀疑 依然是没有翻项 这样的 我去医院之后 那个男的打电话给我 他看到我没去厂里上班嘛 我也没有意识到 他会有那种想法 我就说我在医院嘛 他就说他要来看我 我说不用了 我也不知道他对我有那种意思 是吗 要他来了 作为当时已经结婚五年 有一个孩子的刘女士 她应该知道 不管这个男性朋友 是怎么想的 她都应该和别人 保持应有的距离 不该听之认之 也正是她的这个解释 加速了王先生 对妻子的怀疑 明明家旁边 有家医院一样 胆次的医院 一样性质的医院 不选得近的 偏选得远的 那天这么我说 你要送他去的 他说不用 快要下班了 你还没到下班之前 我就过来了 可能过着医院 他已经离开了 离开医院了 我就远着那路嘛 往下走嘛 一走到我就看到了 看到什么 看到他们两个 还是那个人 对 第二次我知道 他有那种想法了 然后我记得他 不让他来 他还是去 那你为什么要把 你在哪儿告诉他呢 我也没告诉他 我要在哪里 我真的叫车的时候 他听得到 他在门口舍门的 你明明在家门口 可以坐车的 为什么到盛门口去坐呢 我没有 我去常常请假 请假 你怎么应该请好家 你第二天去看医院的呢 我没有啊 我真的不太能理解 你叫出租车 一个站在距离 你有多远距离 那个人 他看到我来了 他就跟着出来的 那他怎么知道 你要去哪儿呢 他在看门呢 你跟司机的对话 他怎么知道呢 就说他跟着我后面来了 跟着你那么近 你没有发觉 我发觉了 我向他不要来啊 他要来啊 你发觉他不要来了 你跟司机的对话 还没有避开他吗 没有 因为我觉得他不会去 他看到我去追他 他一本身 马上在很多车嘛 他说你去追他 我算是算了 但是后面 两个人回到家里 我说你这样做的 往来不是有事 那刀痛我的心吗 我想问一下 王先生 就是经过这两次之后 你心里 对这个问题 对那个人 你到底得出了 一个什么结论呢 对于他们的关系 你又是怎么看的呢 我是看到了 几个安眠的关系 他说我会给他讲清楚 他说那是他的问题 是他的事情 那证明你这个人 边界感不强 当对方对你 做出什么动作 你作为一个女人来讲 你应该听你 很清楚才对 如果第一次照面 算是个误会 那么第二次 刘女士又和这位朋友 相伴而行 显然不合时宜 王庆生也是气愤难耐 不过这一回 在丈夫的言辞提醒下 刘女士很快 做出了决定 与对方保持距离 切断一切联系 我跟那个男的说 我们不 他说他 那个马对我有那种 那个马我不可能的 我说 因为我有家庭了 是你主动去说的吗 对 我说你不要这样子 那个我 我说 然后他就显得离开了呀 他显得走了呀 在你心里这件事情 就算是结束了 对呀 我又没跟他联系 你当时在他这边 看到的是什么呢 你觉得他 他也觉得过了吧 他跟你说了什么吗 他也没说什么啊 他就问我那个男的 怎么样啊 我说走了 然后呢 就这样啊 为什么当时 没有问清楚 没有那个 到这个时候 你来翻出来 让我给你一个解释 我不知道怎么解释给你 但当时的时候 我已经 跟你说我姐姐好了 时间会证明一切 我到底是选择谁 我跟他有没有什么 刘女士不要激动 其实你丈夫是想让你明白 为什么这些年来 他还会怀疑 跟人从哪里来 你当时心里到底是 随着那个人离开结束呢 还是并没有结束 虽然说是对方的问题 但是你怎么要接受 给人家电话聊天了 一个多小时 实际上三次 我是个大破砂锅 问到几个人 这个性格 你的调查最后 给你带来了 什么样的结论 是说肯定有问题 还是说 像你妻子所说的 已经结束了 这个人离开 没有了 我觉得是结束了 也就是这个事情 应该就是结束了 应该也不会再有 这样的事情再发生了 好的 这个结束了 与你来讲 是因为你的干涉 所以结束了 还是因为你妻子 自己认识到这个问题 所以结束了 因为我的干涉 所以你心里对他 还是不放心的 或者或者说 原来没点 2011年发生的事情 转眼快八年的时间 王先生也算是旧事重提 也难怪调节现场 提及这段风存的往事 刘女士突然表现得很激动 那么王先生重提旧事 抑郁如何呢 18年的一个日子 3月26号的3月28号 我去给她报了那个 考试 我说考试这段时间当中 因为接触的人都是生面孔 我说 一些联系方式 不要轻易去留 我说跟她讲过这个 那一天 本身也有点下雨 就能觉得是练车吗 但是后面 我不知道究竟去 还是没去 所以我就问她 我说她干嘛呢 是正常的一个问候吗 对不对 我去试试电话 她拒绝我的了 后面我就用电话打给她 电话打给她 电话打给她就接了 怎么不接我电话呢 她就听到我说这个话 认为我在怀疑她 另外就给电话挂了 后面发言过先过来 想干嘛 我要自由 我也不是劳改的 很抵触 相当敏感 她说这个话 你不觉得奇怪吗 我就觉得有点奇怪 比如说 是她突然就这么说呢 还是确实 就突然这样说 还是确实你的行为 会引起她的反感 没有 你觉得自己一切 都是正常的 对啊 那那天你找她 是因为什么 因为那个是 无定主义嘛 我也快要下班了 我就问她 但是一直都没回我 所以我再 打了个电话给她 那天是出于关心 才会去多问这个问题 那一次完全是出于关心 而且从2011到2018年 你都没有过 她所说的 所谓的怀疑的表现 对吗 对 就仅仅就是这么一个 关心的电话 却突然引起了 她的反感 相当敏感 是这样吗 不是 这个年代了 不许我申请微信 后面我还是申请了 我背着她申请的 她回来我就告诉她 我申请了一个微信 她就一点不高兴 她会拿我都来检查 看发了什么微信 发了什么 她会点开来看 然后她不喜欢的 就叫我删掉 我去鞋车吧 跟人家加了微信回来 她就怀疑我跟人家 聊聊暧昧的关系吧 她就叫我拿手机给她看 然后我说你确定要看 她说确定 我说看完了 就等于你不信任我了 你还要看吗 她说要 然后我就点给她看了 你把微信 那个聊天记录删了 没看到什么也有问题 对 手要给我教练打电话 但因为我还要去练车嘛 我不要她打 因为倒了这个电话 其实人家会笑话我 我没让她打 她要打 我就跟她抢手机了 我儿子就在旁边了 你看着 这样子 我没给她 我没给她抢过去 她也抢过去了 抢过去她就打了 但是没接 这个王先生解释一下 她说的是去练车 结果下午没去练 她就给我这样解释的 你说我教练约了 结果取消掉了 那么我说 我打个电话 问一下教练 是不是真的 就取消掉了 你就是在求证了嘛 对 对对对 我很不能接受她 这样子来查我 你认定了她是在查 对 你不认为这是她在关心 不认为 因为这么多年 我都不是认为 她是关心我 她是在查我 所以会检查她的 微信跟别人聊天的记录 对 我正常聊天的时候 我不靠近的时候 她会很正常地聊 只要我一靠近 另外就手指 我的这边 手指就会往这边偏一点 你的这个靠近 是什么意思 是哪个东西啊 我说她被路过啊 有时候 你是紧紧路过 还是不紧 有时候是紧紧路过 有的时候呢 这确实是有意的 但是她会 有意不意地 会躲避 这个她是心里很清楚的 这个就是怀疑嘛 就是不想 有那么多接触吧 就讲自己心里话 你心里就是这么想的 对 对吗 对对对 这些年来 其实这个问题 在你心里一直是压着的 你就大胆地讲出来 你老是回避这个问题 可以说是有 有一点这样的想法 只是有一点 不是完全 你回避这个问题 是没有意义的 对对对 在主持人反复地追问下 王先生勉强承认 在情感上 他对妻子确实有些不放心 特别是这一次 妻子反常的举动 再次让她 嗅到了危险的信息 她的话 像一颗火种 瞬间引爆了刘女士 刘女士现场喊冤 讲述这八年来 自己可怕的生活状态 就是因为那件事情开始 不许画口红 不习惯使家人 不许穿高跟鞋 不许穿短情 不许穿高跟鞋 她不在我身边 不能穿高跟鞋 不能穿短情 当时我也没有说 就是比较 不能理解嘛 我还没有结婚的时候 我是很注重打扮的 然后我也很爱漂亮的 不行我穿 因为我买衣服 都是跟她去的 我穿了她说不喜欢 我就不买 她把我的身份证 银行卡都收了 然后她去广州上班 我就带着她妈 还有我儿子在这边 这怎么生活呢 回来就给我生活费 只买块钱 你对他情感上的怀疑 为什么会导致你 收了他的公司卡和身份证 这个不是收 那是什么意思呢 是这样的 因为两个人在一家公司上班 他不喜欢带东西 那么我经常带个钱包 他的身份证跟银行卡 都在我这里 那么我就方便一些 我方便一些 你的意思是并不是你控制他 对 确定 确定 我并不是我控制他 为什么他会有这么大的委屈感 但是他当时也没给我说出来呀 2011年的交友事件之后 或许是意识到了自己处事的不成熟 抑或是向丈夫表达他对于婚姻的忠诚 王女士一直在忍耐着 丈夫给他提出的种种要求 直到这次学车事件才让他再次爆发 不过这一次 他铁了心要离婚 一心要离开这个家 还有一个如噩梦般的利益 让我跟他吵架吧 就这两个三个月对我的反感特别明显 为什么是对你反感呢 因为他抢我手机的时候 我儿子听到了 他说我在外面有男人 有一天我无意中回来 就是下班的我儿子不知道我回来了 他跟他同学在房间里面聊天 我妈妈在外面养男人 被我爸骂了 是这么说的 然后有一天他当着我面 他也是这么骂我的 他弟也听到 他也听到了 我爸要是七个号码比你还好 我当时听了我特别特别的伤心 我就躺在床上哭 他说小孩子说话 你不要当一回事 他这么跟我说呢 但是我心真的很痛很痛 他说你为什么这么不高兴 是外面有人了吗 他就这么一直怀疑我 他说是不是有人嘎嘎到你了 只这样说 他根本就没检查到 儿子对我这样子 我会很心痛 儿子怎么会说 我妈妈在外面有男人 这个话的话哪个人真没参认 他说没说 我问过他 因为这个事情很严重 我认为是很严重的事情 你觉得有没有可能 是你们平常的争吵 不不 平常我从来没说过这个话 外面有男人 这个会让你有什么思考的地方吗 我有想过 我没有给他带来真正的影响 就是不可能嘛 对吧 确定 确定 其实我来这里 我并不是听你解释这些 我也不想听你 因为我心已经睡了 对于刘女士而言 儿子对她的误解 才是让她对婚姻死心的压倒性理由 过意起这几年的过往 她生活在丈夫怀疑的阴影下 到现在 孩子也受到了父亲的影响 将她化为异类 她再也坚持不住了 听完刘女士的遭遇 直爽的观察员 宗岳英拿起了话筒 男方 你的做法完全是错误的 我们探讨一个 关于影诗两个字 只要我不想让别人知道的 都叫影诗 假如你的太太喜欢写日记 她不想让你看 说起来了 放在抽屉里 你就不能撬开抽屉所 去看她的日记 明白 你认为 我的太太就是我的人 她干什么 都要让我知道 她做什么 只要我不舒服 你就不能做 她到这里来所说的 我们都非常的震撼 不许涂口红 不许穿高跟鞋 不许穿短裙等等 你这些方面 你都过分了 你侵权了 侵犯了她个人的 生存的 生活的 隐私的权利 是她不懂法律 她要懂早就可以维权了 她早就可以离开你了 用不着忍耐 七年痛苦至今 她如果真的有什么东西 她也待不到今天了 她有很多地方 她是不懂 她自以为 被别人关注 被别人关爱 被别人陪着医院去掉下针 感觉很开心很舒服 她有些地方她不懂 她可能很单纯 没想到这些 她是一个需要信任的人 需要被关注 被爱的人 今天在现场 我更在意的是 你们不愿意说的是什么 比方说 我们的刘女士 一直在回避的话题就是 她跟前面的这个 男同事的关系 我们的王先生 一直在回避的话题是什么 是怀疑 怀疑 再怀疑 回避意味着什么 回避是意味着 其实自己在心里 就知道这样做是不对的 因为知道不对 才会在话里话外 尽力地去回避 事情发展到今天 再去揪我们刘女士 以往曾经犯下的 我们说她年幼无知也好 说她人性比较单纯也好 或者说她那一刻 就是信念动摇了也好 她的错我觉得毫无意义 因为这个事情可能在六七年前 就已经被完全结束掉了 知错能改 善莫大言 你要我们的刘女士 在这段婚姻里 把老底坐穿吗 你明知道这种怀疑 这种惩罚 有的时候是不对的 可是你忍不住 我相信 你对她的这一部分行为 一部分是出于爱 可是一部分 我想说 是出于自己的自尊心和解气 建议你 不要让你们的婚姻 变成 我们的刘女士不断地 抬不起头来 而你在不断地打压和怀疑她 最后说到孩子 你们平时的争吵 怒骂 对峙里 多多少少 随着孩子的增大 她就会取得一些信息 这些信息 就知道在这个家庭里 爸爸妈妈 是处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上 在你们的家庭生活里 爸爸被尊重 我相信刘女士应该是可以做到的 而王先生 你对她的爱和保护在哪里 如果你对你妻子的情绪 情感 生活的困境 都是一种比较忽视的状态 那你们家儿子 就会从一个暖男变成小恶魔 孩子对妈妈不堪的评价 那么 王先生 您就应该想想看 这么多年 你辛辛苦苦挽回和维系回来的婚姻 却留给了孩子 一个什么样母亲的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她舒服 她开心 你可能去扣住她的卡 扣住她这个人 拼命地去污蔑她 你还不如费点心思去想想 这个女人我可以怎么打动她 如果在婚姻里面 我是被理解的 我是被宽容和接纳的 我在出现了问题的时候 我又被对方关注到 并且能够做一些深度的沟通 或者我有一些需要 能够被对方发现 然后经常有一些小小的被打动 那么还会对身边的那些 暧昧在乎吗 可能你就根本在乎不起来 所以今天你们来探处 所谓的外在的那些要求 不如今天你们相互给自己一个机会 去探索一下 对方心里是什么可以让自己心动 也许你们可以找到爱回家的路 在老师们看来 王先生想要维护自己的家庭 着力点明显用错了方向 他应该用爱来温暖家庭 而不是用房来守住妻子 他的一些做法 只会将妻子越推越远 飘起员胡建云 则希望夫妻俩真正地看懂对方 刘女士 其实你是一个会打扮的人 是一个爱美而且知道美的人 但除此之外 你内在的信息是不往外走 刘女士 你的内心世界是封闭的 神秘的 对于王先生来说 他都已经把这块地都租下来了 但是他不知道这里面在想什么 他这边会产生什么 传闻 他的大脑里面会产生传说 那你想 假如你是一个内心开放这么一个状态 首先你在王先生这里 他会先知道你的所思所想 并且在平时他会发现你的喜怒哀乐 是有逻辑 是有威力的 他对你的了解程度越高 对你的信任程度才会越高 王先生呢 成天到晚战战兢兢 但是你又不知道怎么来管理 怎么来开放信息 所以你也就变成了一个巡逻队 每天都在自己的思想里面巡逻 巡逻完了之后 就开始传闻 最后恐慌 所以一个人要学会开放 我觉得这个在你们家 就会让我联想起这个事情 他不是那种 喜欢跟异性接触的人 他只是独自的 封闭式的 展现他美的信息 你只看到人家的美 但你不知道怎么样帮他去做解释 所以你也就没办法 给他去做维护 好 所以我们进密室 聊一聊 在胡老师看来 夫妻俩虽然结婚十多年 但一直缺乏真正意义上 对对方的了解 压根没有看懂对方 这才是导致夫妻关系 不断恶化的原因 为了进一步了解 他们心中所想 帮助他们看懂对方 密室环节随即展开 一落座 刘女士就表达了自己坚定离婚的想法 不能原谅他 我跟别人聊天 就是正常的聊天 正常的聊天 我就跟我同事 正常的聊天 他也不要我聊 他觉得我的妻子很单纯 很善良 他可能会怎么样怎么怎么样 他有些是 你别说你痛苦不堪 是吧 他也骗你 在廖喜玉看来 夫妻俩今天相处的格局 也是两人长期非正常沟通的结果 两个人各自生闷气 想办法对抗对方 却忘了看看各自的需要 你的性格还是比较偏内向 你不是十分的善于年表 这个可能是你需要这方面去努力的 这个家庭的矛盾也好 你们相处的模式也好 绝对不是他一个人的错 你这方面你也要反思 你觉得呢 是吧 你也有不可推卸的 应该去承担的 一些后果和责任 对吧 好 你有这点意识 我就觉得好了 如果说能继续走下去 咱们俩 比如说你跟你丈夫 两个人大家都来做什么 都来做调整 都来做改正 当然他的调整是需要多一点的 但是你这方面也要努力 在廖锡玉的理解和宽慰下 刘女士的情绪出现了舒缓 而密室的另一边 王先生的沟通工作也在密切进行 为了彻底让她看到自己处事的问题 心理老师刘怀博在和她深入探讨 归根结底还是一个什么呢 你在跟她沟通这个问题的时候 还是让她能够体验到什么 体验到你对她的不尊重 体验到你对她的不信任 就是她一直在强调你不相信我呀 不相信她为什么会这么强调不相信呢 是因为你的这种不相信 让她感觉到屈辱 你瞧不起我 在刘怀博看来 刘女士需要的是爱和关注 从这一点看 王先生的所作所为是背道而驰的 他想要的就是来自于他的丈夫的一个关心呀 认可呀 尊重呀 你去鼓励他能够做一个女人 女孩子嘛 爱美之心人间油痴 你像你之前做的 你不让她去打扮自己 这个 她就像小女孩一样 她会很生气的 她 完全如果能够在你这儿获得这种关爱 认可 欣赏 这种信任 那她怎么还会被外界那些糖给诱惑了 我曾经有说过 夫妻说过的一句什么话 她也说 你的嘴巴怎么这么甜啊 跟吃了蜂蜜一样的 对对对 这样的一个体验就会非常好 说哪句话我忘记了 我们不需要你的沟通能力特别的高 需要什么呢 只要我们是在沟通感情就行了 一定要诚恳 探诚 夫妻之间的沟通 情感交流是放在第一位的 有了情感的护航 再大的分歧 也能够从理解的角度出发 得到谅解 那么夫妻俩掌握到了这一规律吗 密室回来 优优独播剧场 然后心理上要有一个舒缓的过程 然后你们现在最重要的是 你们两腰 心跟心靠在一起 让孩子 不要受你们影响 是吧 搞得人家刘女士 这挫败感太严重了 回去这个王先生把孩子这一边想办法 好不好 跟他常谈一次 跟他剖析小妈妈这个人 他是什么性格什么特点 把这些信息不断地提供给他 正面的信息 好吗 这是你要做的 刘女士 就想命运把漂亮交给你 也就把眼泪也交给你了 有些事情就是这样 之前你们没有找到比较好的解释 所以两个人打乱仗 今天我们帮你们了 所以都积极一点 一场调解 卸下了王先生心里沉重的负担 让我们无比欣慰 不得不说 八年来 王先生过得也不轻松 而对于刘女士而言 其实他无需去证明什么 这八年的守候 就是他对情感最好的注解 而两个人需要做的 就是爱要坚定 心不能乱 只有这样 时间才会给他们最好的答案 我们回来 不得很钟 就是你 看来 DAR svah 在女子上 这下巴 请 VER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